女孩到底要不要复养 这个话题最近又活了起来 我们家也是女孩 先说结论 女孩子一定要复养 但这里的复 不是指物质层面的交涉浪费 而是指精神层面的富足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要让孩子多见世面 接触不同的人事物 增长见识 从这个角度而言 当时选择带孩子来马来西亚的这个决定 先来看看还是相当不错的 首先 马来西亚自身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 处处充满着多元文化的地方 其次 我们在这里就读国际学校 国际化程度非常高 随时随地可以感受到 来自不同国家 不同传统 不同人之间的文化间的碰撞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 眼界的开阔那是不用多说了 无形之中还能培养女孩子 处世更加独立 更容易形成自我意识和判断力 这给孩子的成长带来的作用 将会是非常巨大的 就拿最近来说 学校举办了国际周活动 一个礼拜的时间里 安排了形式多样的活动 整个校园充满着浓厚的 多元文化的氛围 其中有一项活动 就是让每个国家负责一个展台 把本国最具特色的文化 展现给所有师生 很多国家的展台 都出乎意料的好 尤其是一些 平时可能不太起眼的小国家 说实话 作为家长 我自己都觉得增长了很多见识 受益非浅 而这些展台的背后 都是每个国家的学生家长 自发的组织负责的 今年我们也算是第一次参与其中 认识了一群很厉害的 陪读爸爸妈妈们 老家长带着新家长 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动员 策划 采购 大家齐心协力 通力合作 而学校方面也给足面子 恰逢临近中国新年 给了我们中国展台特大的思维 还特意安排了 学校的乐队前来捧场造势 整个活动的过程中 中国展台人头传动 络绎不绝 在这样的时刻 一种民族自豪感 油然而生 现在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 我们也迎来了一周的假期 在此新春佳节到来之际 给大家拜个早年 祝海内外华人朋友们 新春快乐 荣年大吉